如果要出一趟遠門 結果行李空間不夠 我可能會選擇這兩雙跑鞋 HOKA的馬赫6 還有一雙是美金龍的NIO Vista 你可以感覺落腳很明確的 腳踩起來很明確 雖然看起來很厚重 但跑起來其實蠻輕巧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家人的蕾 這一集來到我們的跑鞋大亂鬥 最近呢已經來到了大約6月出頭 距離接下來的賽事 9月左右的Gumming Run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比賽 陸續準備到達 當然啦 我們訓練呢一定是不能現在報名比賽 等到賽前一個月才開始準備 這個是完全來不及的 所以現在呢也算是一個夏季的先休息 我自己呢在給一些學生分享的時候 目前我們就會針對一些比較基礎工 或者是一些跑制的養成 甚至一些基礎的有氧堆疊為主 開始去做訓練 那時間不一定要太長 但還是要讓身體慢慢恢復 有這種開始規律訓練的狀態 因為畢竟大家 從上一個規律訓練的週期 或許是台北馬結束 就已經開始休息了 那有些人可能是有參加鐵人賽事 在4月底後 可能就已經開始 大量的休息讓身體恢復 但現在也差不多該重新開始準備了 畢竟已經進入6月的時間 所以今天這一集 我要來分享的重點呢 就會是日常訓練的兩雙 最近最新推出的 HOKA的馬赫6 還有一雙是美金龍的NIO Vista OK 那我們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兩雙跑鞋在跑一些間歇訓練 日常慢跑 還有各種訓練場景跑起來的腳感如何吧 第一雙HOKA的馬赫6 第一雙來跟大家介紹的就是HOKA的馬赫6 其實馬赫這個系列啊 在HOKA家族裡面 算是一個廣為流產的一個系列 上一雙馬赫5呢 在跑者間的評價其實就已經很不錯了 它的腳感啊 它的靈活性 它在各種場景的這種適合程度 在馬赫5其實就得到很好的評價 那這代馬赫6比較大的升級呢 是在中底這個方面 換上了超靈界的發炮材質 所以它整體的這個踩起來的腳感呢 是更加Q彈的 相對於上一代 但它還是保留了一些些馬赫5的 比較靈活啊 比較扎實的這種腳感 其實在馬赫6還是可以穿到 類似的這種感受 那這比較輕薄的這種鞋款設計啊 也可以在日常定位當中 它就比較適合拿來做慢跑 或者是比較長距離練習的時候 的一雙鞋款的選擇 那如果真的真的 你偶爾想要跑一些比較速度類型的客表 像是可能四分枕 或是比較更快的一些間歇訓練的話 你要拿它來跑 也不會說不行啦 但就是可能在這個中底的反饋程度來說 就稍微差了一些些 但是它的定位比較適合的區間 我個人認為在四分半到七分枕的這種區間來講 整個都是蠻合適的一個弱點 那這雙跑鞋在跑田徑場的感受啊 你在跑慢跑的時候 其實田徑場本身就有一些Q彈的這種PU材質 那再加上這雙鞋的這種超零炮的這種發炮 踩起來是真的有點軟上加軟 但是就是會對於你的衝擊效果來說 你會覺得關節的舒適性還滿好的 就不會有太多衝擊的這種感受 那實際在跑比較速度類型的間歇訓練的時候 我覺得這雙跑鞋就有一點點稍嫌不足 那第一個呢是在田徑場的這種材質 跟剛剛這個超零界的雙重加乘情況下 會有點太軟 所以你在跑速度的時候會有點被吸收掉 那第二個是它的抓地表現 我覺得它的抓地啊 雖然上一代是直接用這種EVA當外疊的這種設計 那這一代已經有搭載了橡膠在它的最外層 所以耐磨特性上應該是有所提升的 但是在這個耐磨兼具的情況下 我覺得抓地表現在這個PU材質就有一點點可惜一點 就是你真的要跑速度的時候 好像沒有辦法達到很好的抓地感受 但比較有趣的地方是我覺得它的後跟的這個設計 看起來非常厚重的一塊 可是你在實際落腳的時候 你可以得到很好的穩定緩震的感受 就是你踩下去不會覺得它很厚好像不太好控制 它會有一個自然的導角設計 讓你覺得前掌可以很穩定的踩在地板 但你又會覺得外側跟內側的這個 兩邊的肉的這種中底厚度 可以分散很好的支撐感受 有些跑鞋可能會做內外都是一樣厚 那穿起來可能就會覺得好像一直被往外推 然後鞋子有種裡面太厚的感覺 但中央跑鞋就可以踩下去其實很扎實的 可以順著你的腳 可能從腳跟然後外側延伸到全掌的這種設計 其實整個落腳的穩定度上我覺得是非常好的 那中央跑鞋跑在柏油路的感覺 我覺得是更適合它的領域 因為跑在柏油路這種比較硬的材質的時候 其實中央跑鞋的腳感就會比較適中比較剛好 你在跑長距的時候鞋子很輕巧 又可以給你在這種比較硬的材質上很舒適的緩震程度 然後跑起來是很輕快的感覺 那這個前掌的設計呢 稍微比較輕薄的這種狀態 在比較硬的這種水泥地或柏油路的材質呢 其實跑起來不會有那種腳感模糊的感覺 你可以感覺到落腳很明確的 腳踩起來很明確 往內往外很好控制 然後跑起來是非常靈巧的 那有些比較厚重的跑鞋 可能在比較像硬地的這種材質上 腳感上就會稍微有點稍微模糊 但我覺得整雙來講 它算是比較全能的一個設定 如果你今天要跑速度不要太快還可以 可能在四分枕左右的上下 我覺得這雙跑鞋還算可以加油的區間 然後你要跑長距 它又不會太過厚重 然後它的這個布面透氣程度也是非常舒適 那你要比較緩震比較舒適慢的這種設定的話 這雙跑鞋也還是可以適用在可能體積比較重 速度沒那麼快的跑者 所以我覺得這雙跑鞋真的是一個滿完整的 它雖然全掌都是中底的這個超零件發炮EVA 可是它沒有搭載板材 但大家可以看到其實它的抗摺程度 其實還是表現滿好的 不會說它沒有板材就軟到不行 所以支撐性我覺得表現不錯 抗扭轉程度也是還OK的狀態 那我手上這個顏色呢 它是8.5的21炫頭 那其實以HOKA家的跑鞋來說 我個人會選圓尺寸就可以了 以上一代的馬赫5來說 我平常穿26.5 可能馬赫5需要穿到26 因為它其實整個布面來講是比較寬鬆的 但在這一代馬赫6上面 它就得到一個滿好的改善 可以穿平常適用的尺寸其實就可以接受 那這個就還是建議大家可以去試穿 那它也有出寬炫版本 所以如果你是寬炫的跑者其實也不用擔心 它可能的駕馭區間就大概會落在 我覺得4分半、5分到6分整這種配速 可能是比較慢的跑者的比賽設定 或者是你已經有一雙競賽的碳板跑鞋 在平常日常慢跑訓練使用的一雙 長距離的練習全能跑鞋 OK 接下來就來到我們自評環節 是我個人主觀感受對這雙跑鞋的評分 大家如果跟我感受不一樣 也歡迎在下面理性留言好不好 這雙跑鞋我覺得緩震Q軟程度呢 它是比較偏紮實的 如果1是最軟、10是最硬的話 我認為它大概會落在6到6.5分左右的這個紮實程度 不是到比較軟Q程度的那種腳感 它是比較偏紮實稍微軟一點點 所以大概就是6.5分 那如果以推進感受來講 它其實不太會有很明顯的硬派推進感受 所以我覺得推進感受我大概是給它6分 10分是最高、1是最低的話 它大概就是以它的中底的發炮材質的Q彈感受來講 大概可以給它6分的程度 美金龍 Wave Neo Vista 第二次要介紹的是美金龍的 Wave Neo Vista 這雙跑鞋也是美金龍的全新型號 以前是沒有上市過的 當然有一些很類似的鞋款 那這雙跑鞋算是他們全新推出 裝跑鞋我已經跑過了比較算是速度類型的節奏跑 大約是4分數左右開始起跑 然後會慢慢從96秒、94秒到88秒左右這樣的配速來進行 那第二種就是慢跑場景 它也是我很常選擇出去慢跑的一個選擇 因為第一個我覺得這個藍色外觀真的很好看 我自己蠻喜歡這次的外型設計 然後第二個是它就是一雙可以很無腦的 不管在柏兒路或田徑場上 都很好用的一個慢跑類型的選擇 所以我自己就是穿著它已經出席蠻多場次 就訓練不是比賽 出席蠻多次的訓練 然後里程大約已經來到了接近80到100公里左右的使用里程 那其實以它的鞋底來看 很有使用痕跡還沒洗過還有草 但其實磨損程度來講我覺得是蠻有限的 那看到鞋底也可以直接先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它的鞋底設計其實跟我們平常看到的這種大底比較不一樣 中間它搭載的這一塊是玻璃纖維的TPU 所以其實它也是有板材的 但它板材有沒有按起來其實跟剛剛馬赫6差不多耶 不是因為它有板材就很難按下去的感覺 可是它抗扭轉程度我覺得是有在好一些些的 那以正上方往下看啊 中央跑鞋的寬度我認為就稍微比馬赫6稍微在寬一些些 所以它的緩震程度來講其實是比較穩定的 那跑起來的感受你也會覺得 往下支撐的時候你感覺腳要往外側的時候 它的前掌這邊就有稍微做一點點往外繞出來這種感覺 所以往內往外的時候你都會覺得這個鞋底的設計很剛好在控制 你可以在腳可能會太外傾太內傾的時候 都可以支撐到你可能會掉下來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穩定度上 這雙跑鞋無用自已真的是還蠻不錯的選擇 那它這次的中底呢是一個全新的發炮材質 那其實整個跑起來的這個程度來講也會稍微比較輕巧一點 那這次它的中底也算是全新發表的 是美金龍的Energy NXT這個中底的科技 整體跑起來雖然看起來很厚重 但跑起來其實蠻輕巧的 整雙鞋的鞋重也不會到過度有負擔的狀態 但是我覺得這個中底的設計 踩起來的感受其實蠻不錯的 真的是蠻Q軟的 那以剛剛相對的HOKA馬赫6來說 其實這雙跑鞋的中底會是稍微再軟Q一些的 如果剛剛馬赫6軟Q程度是6分 這雙我覺得大概只有3到4分而已 所以它整體踩起來是更像踩在沙發上的這種感覺 所以要跑速度的話 其實就會有一點點馬赫6比較扎實 而且反饋比較直接 速度可能會帶的更好一點 但我覺得這雙有一個比較有趣的設計 它跟像美金龍的Wave Flash 或是Rebellion Pro 都有一樣的設計 就是這個Smooth Speed Assist 就是它這個滾動系統 它的斜行前後都有上翹的這種設計 會讓你在落地的時候 其實滾動會不自覺的就被斜行帶著往前跑 讓你在往前的過程當中 雖然它有TPU板材 那中底又有點偏軟 但是它這個設計 會讓你自動的往前滾的時候 帶給你很不錯的前傾感覺 那也要分享一下這雙跑鞋 我有一次在下雨的情況穿著它去跑 其實這個跑鞋的這個布面 看起來是這種襪套型的設計 它裡面也沒有這種鞋舌 所以就是全部是一體成型的 整體跑起來我覺得蠻不錯的 它不會有太厚重的感覺 就算淋濕的鞋子也不會變到很重 吸很多水的這種狀態 然後襪套型的設計 也可以讓前後跟更鎖在這個裡面 所以我覺得它是一雙我近期來講 蠻喜歡也很常選它出席的一個跑鞋 就是它的上腳是很容易就可以上腳 然後駕馭很OK而且很穩定 你要跑速度還可以慢跑的話 算是它的擅長領域 所以這雙跑鞋 剛講的Runk 2程度大概3到4分左右 那推進感受呢 雖然它有TPU板材 但是鞋子的這種硬度不會到很高 比較是因為它的這個鞋型設計 帶動它的推進程度還不錯 我覺得推進程度也大概是5.5到6分左右 所以整體來講 今天介紹的兩雙跑鞋呢 我覺得馬赫6 如果你想要選擇比較偏扎實一點的腳感 然後你想要更靈巧一點的這種控制感受的話 或許馬赫6是不錯的選擇 那如果你喜歡更舒適一點 然後比較軟Q的設定 然後跑起來穩定度也很高 那真的要加速的時候也還OK的話 或許這雙MAGINO的Neo Vista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這兩雙跑鞋呢 都是我近期在日常訓練慢跑 因為其實我一個禮拜 現在七天大概會練習六次 然後六次裡面兩次的刻表跟一次的長距離之外 剩得還有三次嘛 這三次的慢跑 我幾乎都是穿這兩雙跑鞋來進行一個低強度的這種訓練 我覺得算是最近我滿愛的一個全能型的鞋款 推薦給大家 那MAGINO的鞋款尺寸選擇呢 像我之前穿Rebellion Pro 我就穿26.5 那其實如果穿他們家比較休閒的款式 我可能會穿到27 因為他們其實鞋型的設計 我覺得是比較合腳的 就是真的26.5就是26.5 但是其他歐美尺寸 有時候都會稍微長一點 所以MAGINO我平常穿的是26.5 那他的這一款呢 我也是穿26.5 我覺得整體的包覆性感受上來講 其實是OK的 穿26可能會有點太小 但因為他的鞋套設計 我覺得穿原尺寸就是可以接受 但如果你真的是腳板比較寬 腳背肉比較多的話 可能要去嘗試看是不是要穿到大半 因為我現在穿26.5是剛好 但目前還沒有上市 所以我看這雙應該是一般炫頭 沒有特別有鞋 當然如果大家知道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補充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 比較全能型跑鞋的介紹開箱 這兩雙跑鞋 也算是最近我很愛的跑鞋 當然啦 這種跑鞋定位本來就是比較全能 所以各種場合都蠻適合他們出席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選擇上 真的就蠻推薦大家 都應該有一雙這種比較全能類型的跑鞋 你平常日常訓練可以用 你這樣拿來競賽 可能速度比較慢的跑者也還OK 那如果你真的要日常走路的話 他們也都可以帶給你很好的穩定或支撐效果 那當然配色跟外觀的喜歡也是很重要的 好啦 那歡迎大家留言跟我分享 這兩雙跑鞋 你比較期待或喜歡哪一雙 或者是跟我分享 你平常最喜歡的全能型跑鞋 是哪一個鞋款 我是人家的Drey 如果喜歡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接下來也會持續跟大家更新分享 我們即將在7月準備去挑戰多一場的全馬賽事 所以我現在也是加緊時間在訓練 我們要去挑戰的就是黃金海岸馬拉松 接下來再來跟大家 為什麼呢 之後再跟大家講 對 接下來再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 黃金海岸持續招商中好不好 有興趣的廠商夥伴也歡迎來私訊我們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 掰掰 融� 架子 利用 平耳 石 畫牙 吃 食 贖 工作 食 有人 說 好